2月2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2年商务工作及运行状况 并答记者问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3年将聚焦汽车 搅局重点消费领域 推动出台一批新政策 把政策成效发最大化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稳定新车消费 国家出台文件提出 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 向使用管理转变 比如有些地方还有限购措施 此外 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汽车促消费活动 把新车消费增量给稳住 二是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新能源汽车增势喜人 符合当前双坦方向 商务部要引导各地在台照 充电通行等各个方面 进一步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 三是继续扩大二手车流通 商务部准备加快建设完善 全国性的二手车信息查询平台 四是畅通汽车报废更新 汽车全生命周期 新车二车也有寿命 最终报废拆解 汽车消费既然是四大金刚之手 政策支持是一贯的 通过政策激励 举所落实 让汽车消费一直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 从而发挥它对整个消费的拉动和带动作用